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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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看舊步驟不追蹤 對 為甚麼 對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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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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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傢伙 不要看我們這個小子 其實只是去長洲 對 其實我們的聲音不是很精神 因為現在只是早上的 7時9 如果我們這樣說 應該會被上班就是罵 7時上班 整件事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要拍雪糕 有見是天氣實在太冷氣熱了 一瞬間就入了夏天 所以我們就找了三間雪糕 比其雪糕 對 但是呢 有一間長洲 本來我是有點反對派這個系列 拍三間 一間入長洲 你7時上班 你別人出聲 那我沒話可說了 為何堅持你們入長洲 其實是因為我們找到全香港 應該是 最後一間的泰式炒雪糕 卷卷 好像那些腸粉 對 應該就真的只剩長洲這間 你找了多久 找了很久 找了幾個小時 黃中有 葵廣有 全部是1617年已經收拾 因為沒有人吃 一會兒問一下路上 另外兩間 一間的味道是很冷靜 西牛奶 是雪糕 對 主打本地農業蔬菜 磨成的雪糕 那不就是跟上次 我們吃完後果一樣 我開始要找些農業合作社 還有一間 這間真是最後竊竅 你看到 你不敢相信 OK 還有半小時才到 先吃燒賣 來吧,早餐 哇… 哇… 不用那麼多人 師傅 旅行團 一來長洲就想起平安包 又想起今年變成一座塔 不是 這幅畫 是 這個位置大家都不陌生 金罐大酒樓出面 走過來這裡 其實這間是圓長賣壽司 就看到和屋 哇… 我看到泰式雪糕卷 對 人家還沒開門 開門吧 很中的 很中的 我看他有多少 有三分鐘 我想說 泰式雪糕卷和和屋 是兩間餐廳 是嗎 所以其實 他開 未必他開 哇… 這樣便會 吃了這麼漂亮 我已經看到希望的跡象 沒錯 現在的時間是 十二點半 我們足足卸了一小時 其實對我們今天的拍攝頻程來說 是非常不利的 是非常不利的 哇…終於有了 長洲炒雪糕 終於開了 泰式炒雪糕卷 嘩… 成果花感 雲梨拿芒果 金沙 Oreal 粗粒 自製燈酒提子 繽紛樂 上網找呢 似乎是香港最後希望 不如試試問一下老闆 是不是 老闆 這個泰式炒雪糕 是否基本上只剩下你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嗎 我知道你之前在旺中開過 很少去找這些東西 搞得是這裡 哦… 泰式炒 草莓 草莓和金沙 金沙 很難做的 又找不到吃 又浪費時間 又辛苦 但是我自然都開客 經常來找 哦… 如果每一塊這樣做也挺煩的 很多更煩的 二十幾三十人在看著你 那倒是 哇… 西橋 馬上吃了… 就這裡 就這裡… 天色已漸沉 今天是很熱的 還要適合下雨的 今天是最垃圾天氣的 三個字好吃完 否則一場大雨可以玩完 剛剛看他做這個雪糕 只做我們兩個 弄個五分鐘 如果有五六個客人在的話 那就等過一小時了 真的 其實你舀個雪糕球 一分鐘 去就五分鐘 所以他就說 這麼多工序 其實所有人都要做 對 我是叫了金沙味的 OK 你們試多給你們 OK 試試吧 來吧 誇張反應不做了 直接來吧 誇張反應當然要做 OK 來吧 雪糕 一卷的 一卷的 好帥 金沙 很敏感 我剛才吃這個 金沙味 真的很還原味道 我剛才看到他放了金沙 然後搓 所以有金沙味是正常的 但那個瓶子的咬口是很出的 不知道是否因為 捲起來一咬下去 瓶子的層次 好像double triple 真的好像三層夾心病 咬下去整個炸都是 混蛋 我們可以圖去哪裡 沒有東西圖 那大家看到我們開了把傘 剛剛說到我剛才剪掉那句 突然一啪 不要流煙鳳夜雨 幸好還沒用 你沒有遮到我 好… 待會我趕的時候幫你遮 好…你先說 因為它捲起來 你整塊咬下去的時候 質感比平常雪糕更好 因為有層次 還有它的瓶子 像剛才說的 搓在一起咬就很棒 但是呢 是 沒有甚麼草莓味 其實是 其實我想說它的雪糕 是很普通的 是 不過它是質感做得好 其實這個雪糕是玩口感的 因為那些彩色朱古力條 爽爽的 又咬口 所有材料夾在一起 又嚼韌又爽脆 這個雪糕又硬的感覺 我覺得是金沙這個比較好 士多啤梨味來說 其實真的少 反而還有少許像雲尼娜的感覺 我剛才吃到士多啤梨肉 我想它放了三層士多啤梨 沒甚麼理由沒有士多啤梨味 原來因為它的士多啤梨肉 沒有味道 對 對 很熱 很辛苦 重見天人 士多啤梨肉怎樣 士多啤梨肉沒有味道 對 這句話不要叫人說兩次 對不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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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它是倒了一個忌廉 那個忌廉是白色忌廉 它整個士多啤梨味 純粹是那三顆東西 整個忌廉 士多啤梨肉沒有味道 所以搞到就是雲尼娜的感覺 有一個配料上的一般的位置 它放了幾顆膠珠 真的跟BB蛋一樣大小的糖珠 我想它真的想彌補它本身 沒甚麼咬口 是很硬的 所以其實對比起來 這個是比較好 是贏了幾倍 沒錯 天打瓶子 或者金沙 其實金沙應該是最好的 我懷疑是 絕對值價 是質感 玩質感 味道方面 是正常雪糕 統統雪糕 但我覺得 以我的研究做基礎 應該是全香港最後一間 做這個炒雪糕 認真的值得一試 至少你進來長洲一定要試一試 對 我覺得如果它也放棄 就沒有人再做 看到它這樣混了五分鐘 對 445元 對 我突然是很划算 你覺得是嗎 手工是很划算 我唱反調 對 其實是不是開了 對 你打開門 我們拍攝最黑的情況又出現了 這間就叫野草 它的雪糕很特別 它最清楚的是玄西牛奶雪糕 而且是用葉合作寫 對 本地農業的農作物去磨雪糕 好像也 因為沒有開數 我不知道 對 至於為什麼我們會出錯呢 上網說它每天都開 對 原來的IG就說它升級 對 陰了陰了 說到尾都是我們問題 免得罵人 那怎麼辦 這間很特別 不可以取編 我們就特地有你了 我們 你有沒有筆蓋在這裡 混蛋 筆蓋 啊 今天要回家了 還有一間 哈哈 哈哈 這個樣子如果大家熟悉的話 就知道我們來了旺角銀城的地庫 銀城這個地方就是個個都知道 但不是個個都進來的 真的 其實很少進來 大家可以走過去看見 這裡有個雪糕的標誌 這間雪糕今早不是說是壓軸嗎 對 哇 壓軸便宜了 十元兩球 哪個都找 嗯 十元兩球 十元兩球是我小朋友 你有小朋友嗎 我糟了你 那怎麼賺呢 我不太明白 對 賺什麼呢 我找到這間店的時候 跟朋友聊過 我的朋友說他以前已經在吃 還是可以這個價 都可以做到 他就有些特色的味道 我想試的 他有這個 茫茫椰果奶色 他又有什麼蜜牙可拿黑 很正常 這裡看到了 有波子汽水 金沙椰子粒粒 Tiamisu 石板街 我想問 十元兩球 不是全部味道都是十元兩球 十元兩球 可以在這個面前看嗎 哦 即是有一半都是十元兩球 是 為什麼可以做到十元兩球呢 其實我們以前開張的時候 十元兩球只是一個優惠 是 其實我打算之後再加快 不過我做到後來發覺 都做了一大班學生 哦 就是做了學生生意 不用太辛苦 我想說剛才說 十元兩球外面還有地方做到 哪裡啊 我真的不知道 不要問香港 外面很大 全世界很大 可能有些舊區的村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大哥要旺過的問題 是啊 可能嗎 真的 一元都沒有剩 什麼 打扎幾個外面 是 我懶得 知道今天要拍攝 意思 嘩 拍片以來第一次 站在這裏 是啊 沒有位置要站 你最近可能也要去到球場 用的了 那就是這時候 沒錯 我想說一件事 十元兩球 我這個加了四元加了四元 我這個好像十六平十八元 我這個就 芒果椰果加四元 朱古力不用加 我看到有椰果 對 很大顆的 即是十四元 我想說是聚首 這個大小 交足貨 哇 這裏價錢 瘋了 如果不是味道壞 這裏價錢 這裏價錢 超難吃 我絕對說 我覺得不會 做了五年 還有我們剛才說話的時候 不斷有人買 先試椰果 椰果 有椰果 吃了朱古力 好像一樣 金沙 波子汽水 波子汽水 波子汽水是雪巴 OK 哇 雪巴真的 雪巴真的一般 沒有位錯了 那店外面那個 其實是商場範圍 保安就說 不要在商場拍攝 於是我們又被趕上地面 驚激滿陶 真的驚激 幸好我們的設備 全部是打醉無聲 哪個都拍到我 好像油激 我不如說一下金沙 你試試金沙 是極足朱古力料 裡面有很多 黏硬的朱古力碎 雪糕就是金沙味 整個味道其實挺濃的 12 14 喂 這個球應該是 如果我當5元5元 這個加4元 9元這個球 真的很划算 但因為我有試這個朱古力 其實它又不是很甜 它的質感 其實是有少許雀巢的感覺 但它是甜於雀巢的那種 你這麼說 比較濃的就是雀巢 但它的朱古力碎是高質的 它的朱古力薄脆碎 是有些質素的脆片 不是很重奶粉味的那種朱古力 你也不用花錢了 5元 5元也是超級低 我覺得這個雪糕 其實就是手作什麼的質素 那間以往我看都賣得便宜 但好像沒有去到10元2球那樣變態 那間也是只有女銷售 然後那間店是說請男請女 可能是這麼巧 所以請男可能不是做門面 躲在雪糕底 躲在雪糕底 躲在雪糕的 但我想說這個乾果椰果 又是挺正的 它的椰果是糖水泡的方形椰果 有這麼大顆 不是椰果碎 雪糕粉和煙韌的 真的類似洋芝金 在整體的雪糕都偏奶味 最後真的要說說波子水雪霸 大緊一點 大緊一點 你剛剛說難吃 那你也要吃 我本身個人對雪糕都差一點 即是沒有了那種奶味去混合 雪糕就沒那麼鹹 而且這個波子汽水 我自己覺得淡一點 味道不太到位 有些很輕微的藥水味 老實說波子汽水出的產品 通常都伴隨少這些藥水味 對 這個波子汽水好像要加4元 但其實也沒有 9元還想怎樣 其實也是 真的沒什麼可以說 你外面買40多元球 你這裡可以買多少球 10元2球 9球 對 我們有一個邏輯貿誤 我們剛才用了10元2球去計 剛才是15元3球 20元是4球 對 不是很低 喂喂喂 你這段咳到他有沒有 不行 大學生不行 大學生 你壞了 怎麼300元一人 一個人要賺300元 我剛才不是說了 有些邏輯貿誤 不是有些 我之前也說過了 邏輯貿誤 收屁 我不是說邏輯貿誤出來 你收屁 你這樣 你打算這樣繞 你收屁 哇 看到了嗎 幾多人排隊 哇 其實我們已經排完了 只不過想下來 找桌子放下 收拾東西 已經排隊 已經排隊 我想因為 人們都知道是5點到6點才排 對 6點來到 排六七個人 很誇張 哇 黃天不負有心 黃天不負有心 所以我們隔了一天 今天就打過來 他們說開了 我們再次來到北角 其實我們是要過海才來到北角 對 我們看看 哇 真實面貌 哇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他們本地農作物來的 上面看到了 什麼本地泡菜 不同河區加茄子 沙嶺的無納質檸檬 再來就是這個 復奸者聯盟 其實這個名字我聽過 我忘了在哪裡聽 復奸者聯盟 不是 我真的聽過 復奸者聯盟 很有心思 不同田又不同城 跟很多農業社合作 看到 還有這個 堅守大魚 黑色和平 這個 綠色和平 我們有點想說 上條片 Jacky說我們的名字是綠色和平 對 教寶費的中文名字是誰改的 綠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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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雪糕 為何第二天都要過來試 它的材料 是用本地農業的蔬菜 磨出來 本來是想試它的芫荽味 但原來是冬天才有 那夏天是吃什麼 吃京蔥 對 這裡有個本地京蔥牛扎餅雪糕 京蔥味已經很難想 喜歡牛扎餅 對 做什麼 本地蠔菇雪糕 它是一個家庭的菇 我們用了兩種的雪糕 一種叫做魚王菇 另一種是風味菇 風味上有點像牛肝粉 有機會感覺到那種泥味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挑戰 我發現完了 姜濤 姜濤特別貴 不是啊 旁邊的比姜濤更貴 哇 本地老薑肉貴蘋果雪糕 其實好像挺好吃 基本上 京蔥牛雜餅就要了 然後呢 豪菇 紫蘇芒果蘋果雪糕 紫蘇那麼重 還是姜濤 我不准你這樣說 姜濤不是用來騙的 所以我們買了 快兩球先 免得用 好 真是清新的香氣 剛剛拿的時候 他就很詳細地跟我說解 蠔菇雪糕上面的一點點 就是朱古力粉 下面就盤了一些杏仁碎 還有海苔粉 另外這個京蔥味 上面有個餅 餅上面是洋蔥 洋蔥是用了黑蒜 還有用蜂蜜去調配 馬上嘗嘗嘗嘩 好 哇 京蔥牛雜餅 少許草青味 京蔥的雪糕 OK 元朗自尺的大功臣 燒光原味靠上太陽 好濃烈的 好濃烈 京蔥牛雜餅雪糕 甜點的 香蔥味 我吃完之後 第一個反應就是 完想到一個食物 香蔥忌廉湯 南瓜湯 香蔥忌廉湯 凍了的版本 凍了之餘 京蔥味是極重的 真的吃蔥入口 甜蜜的 它不是很紫拉圖的感覺 雪糕 軟眼色中 但入口也感覺很綿密 真的像西湯 菠菜忌廉湯 凍板的雪糕 這樣的感覺 如果它這麼臭味 很濃烈的話 應該會很足料 對呀 我想說這道菜 其實是好吃的 它說用黑蒜蜂蜜 洋蔥吃下去 反而不吃到蒜味 但為什麼會吃到很酸的味 像檸檬 而且它的蜂蜜味味很出 你試試混合 其實有點風味 洗澡 這個真的有refreshing的衝擊 真的有衝擊 52元 完全過關 但呢 62元就未必過關 62元真的想想 這個是蠔菇 它說用了幾隻菇 試一下 什麼味道 真的有一股菇味 好 OK 為什麼它很難吃 為什麼 你大動物在交氣 它是杏仁海苔粉 和雪糕的味道很合 可以輕輕調起雪糕的味道 但是呢 我要先說雪糕 這東西吃下去 又像豆腐雪糕2號 即是跟你說 我這裡有一個日本豆腐 這裡有一個香港豆腐 對呀 好像變種一樣 有點菇味 原來這隻是香港 淡一點 日本呢 你會覺得好像混淆了 豆腐雪糕本身也是很淡的 而且這隻菇味呢 是厚勁出的 第一下吃 是完全感覺不到菇的味道 牛奶味蓋上去 然後少少菇味 真的少少 而且它用的朱古力粉不濃 不濃 全部東西都不濃 直接蓋上去 但是呢 它的奶油狀 真的像Brander Brand出來的蘑菇湯 是啊 這個好像 這個好像可以便宜一點 基本上會比蔥 那它Brand了這麼多菇芋 去做 成本就一定比蔥 是的 但有時世界就是這麼有趣 你成本貴了 那個月未必會給你 正價 對 嘩 Round 2 先說說價錢 以蘇、芒果、蘋果、雪巴 是48元 先試雪巴 可以啊 用啊 死啊死啊死啊 死啊死啊 來吧 這不是靜止的畫面 這不是靜止的畫面 哈哈哈哈 他說的話 我都吃到 我還吃到一個 凹了出來的感覺 嗯 感覺到這個是青蘋果 聽說芒果的酸味令你覺得 是啊 我覺得這個好吃 對吧 上一間我說了 我不是買雪巴 但這個雪巴很好吃 嗯 這個配搭在三樣東西 都在三個頂尖位 紫蘇葉就是青 和濃稠的 那種香味 然後芒果呢 不是特別甜的 但它的芒果的酸味 就頂上來 蘋果呢 就可能甜 這隻蘋果的甜味 Exactly就是 鮮榨果汁 蘋果雪梨水 那種清涼的感覺 但不頂辣 你說得好像 但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芒果的味道 令我混淆 變成青蘋果 因為它本身裡面有蘋果 混合了 再調芒果的味道 所以它複雜得來 簡單 這個OK 但這個多少錢 48 48我覺得不果不失 作為一個甜品類的東西 剛才吃了三個 這個的完成度是最高的 甜味最出 對 不過也要說一說 因為它本身 打這個本地自家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覺得這個價錢 可以接受 如果它不是這些東西做基礎的話 我也會覺得貴 如果它不是這些基礎的話 40多元我會接受到 60多元 60多元就是跨越過線 60多元一定是支持 本地農業才說得出來 對 設定的文青鋪也是這價的 對 那裡如果有雪公 就是60多元不值 那些會支持什麼 支持文青 也要支持 OKOK 見真章的時間到了 沒錯 因為和服匯附近 方圓都是沒有停車場 對 最近那裡都要走三四條街 所以我們剛才就自意地停在街上 見到ERA車都沒有抄 對 不知道會不會你那個抄了 OK 安全 涼快 吃雪糕要吃到飽 為什麼會這麼涼快 因為寫兩天 老實說 這三間 各有特色的老實說 真的很特別 其實我自己挺喜歡這一集 一間就是炒雪糕 幾乎失傳 對 可能最後一間的雪糕 對 一間就是10元兩球超底雪糕 還要是不開樓灘的 對 然後一間就是農業合作社 奇怪味道雪糕 對 非物質文化迷產 非物質文化迷產 真是各有專搜 你說哪間打哪間 我都打不下手 其實真的不能打 因為是不同範疇 完全是不同 但我不會再出任何評論 我不明白 兩間就說 老實說 我覺得全部對著自己的性價比 便宜便宜吃 歸歸歸吃 對 最多農業合作社 某幾個是貴一點的 我覺得 它是貴是貴一點 但你試在外面 不在它那裡吃 你給這個錢 你都不會吃到 就是物以罕為貴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你試一試 那你遲回家製吧 你自己找些紅褲製吧 你驚一下你就製個湯出來 就是 就是 對 在這裡 又有福了 對 很多人永遠不會看尾 對 看完就算 全部講廢話 我們永遠送東西就放在這裡 首先 先讚好我們的影片 因為其實讚好我們的影片 是會將我們的影片 加剪推出去的 沒錯 第二 真的有補了 因為我們即將要醉這個 Give-away 對 之前有一個廣告就是 Caddle Cut的懶人現卡啫喱 那個其實有10盒 是給我們做Give-away送給觀眾的 對 條件非常之簡單 現在去我們的新IG GoGoField Official那邊看 去到就會見到一個新的帖 是關於Caddle Cut的Give-away 只要你Follow了我們的IG 然後再在那個帖下面留言 想要一盒Caddle Cut懶人現卡啫喱 我們過幾天就會抽10位幸運營 就送出去 因為其實這個產品都找我們買過兩次廣告 趁這個機會 如果大家想試就看看 很幸運可以試一下 對 有些不捨得 什麼不捨得 對 這條片挺好玩 分了兩天拍的 我們 有些不捨得 你還說 神經病 鬼那麼多阻滯 就這樣 下次見 Bye